在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中 日本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 近来 日本不仅频频把触角伸到南海 还到印度洋参加多国军演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9月以来 日本舰艇频繁在南海开展活动 9月5号 卫星曾拍到日本海上自卫队 日向级直升机航母的首舰日向号出现在南海上 向东北方向航行 日本海上自卫队10月9号发布消息 日海自的三艘舰艇在南海上举行了反潜作战演练 日海自在消息中称 此次演练是其2020年印度太平洋部署计划的一部分 参加反潜演练的有 加赫号直升机驱逐舰 雷号护卫舰 苍龙级潜艇降龙号 其中 加赫号直升机驱逐舰属于初云级 舰长248米 标准排水量19500吨 满载排水量26000吨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的 吨位最大最先进的水面作战舰船 又被称为准航母 出云级的首舰 出云号目前正在日本进行升级改造 未来将成为真正的轻型航母 再舰上部署F35B战斗机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加赫号将来势必也会进行航母化改造 10月19号 日本海上自卫队物语号驱逐舰 与美国海军迈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澳大利亚海军阿伦塔号护卫舰 在南海开展联合演习 在印度洋上 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赫号直升机驱逐舰 和雷号护卫舰 于9月26号至28号 在北阿拉伯海与印度海军 举行了第四次印日海上双边演习 11月3号至6号 搭载SH-60海鹰反潜直升机的 日本海上自卫队大波号驱逐舰 和澳大利亚海军巴拉瑞特号护卫舰 在孟加拉湾参加了由美国和印度发起的 马拉巴尔四国联合军演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联合军演将于11月中旬转战阿拉伯海 据悉 日本从2015年起成为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的永久成员